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 就是留学美国呢 你到底是来挣钱的还是来花钱 那你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你是像我这样是20多年前来的呢 还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来的美国 那现在很多同学都怀疑你到美国来读书 你怎么可能挣钱呢 你当然都是花钱了 对吧 我当时来美国读书的时候 根本就是看着学费啊 生活费啊 这都是天文数字 所以我们当时的选择呢 就只是那些给奖学金 而且除了奖学金还要给你生活费的这样的学校 比如当时密西根也录了我了 密苏里也录了我了 那我当然知道密西根好 但是呢 他没给我奖学金给够 生活费没给够 所以我还是去了密苏里哥伦比亚 不是那个纽约那个哥大 是密苏里那个哥伦比亚 当时来这边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一个月呢是免所有的学费 那就生活费呢给480美金 那那个时候呢是足够一些吃串用了 所以呢 我来美国呢是没有怎么花家里的钱 是这些钱都是在美国来挣的 那我后来路线运运就在学校教育处抄手败 每个小时呢好像是用1块6毛网美金 所以我记得都很清楚 所以这一分一分钱 一块一块钱都是自己挣出来的 那么现在来的学生呢就非常的不一样 他们来美国呢 一个和我们那时候来最大区别的就是 我的学费呢 是我自己交的 我来美国呢 你说他是交消费者也好 你说他是交客户也好 那我是来给你交这个学费 我来花这个钱的 对这些学生呢 他们就没有一个挣钱的这样的压力 像很多学生对吧 来拿这个旅行支票 一下就十万美元就存到银行 那我那时候 我有两千美元存到银行 那还是非常非常多 别人就是连两千都没有 那现在他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呢 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觉得这两种方面呢 可能大家要有一个思考吧 就是说呢 你是更希望来美国挣钱呢 而更希望来美国花钱 对吧 你花钱呢 就是我是来旅游也好 来体验也好 镀金也好啊 对吧 那这样的是可以 你有这个钱是可以花钱 但是呢 如果呢 花钱的这个心思啊 太重了 很有可能呢 就会磨灭你这个 挣钱的这个动力和 挣钱的斗志 像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为什么有动力去挣钱呢 因为每个月就拿400多块钱 房租水电什么 而且那时候电话费 跟我太太打电话都得 那时候一分钟 AT&T就是一块钱的电话费 所以我是有这个动力去挣钱 那现在你说我现在在佛里达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到这来度假 那当然是我看到他们也很高兴 但是呢 他们显然呢 在这里边呢 他就不仅是有他学费 对吧 生活费 还有他旅游的这样的费用 那我们那时候呢 是根本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想的呢 哎 就是怎么挣钱 怎么工作 怎么求职 怎么挣美元 所以呢 这个呢 确实是一个 两代人的这个差别吧 我现在是50多岁 对吧 现在来美国的这个留学生们 都是大概20岁的样子 但是呢 你毕业以后 那你是 接着花钱呢 还是要挣钱 显然是以后是要挣钱的 所以呢 如果早有一个挣钱的一个心态 一个挣钱的压力 可能呢 会对咱们中国留学生的未来发展会更好 好 那今天呢 在海滩上吧 向那儿 托到那儿 希望今天讲呢 能够对一些同学家长们能够有所启发 能有所帮助 好 美国留学就业找后人 我是陈老老师 你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